我真的有空啊 四海水園區內大人小孩 開心玩水 四周不斷傳來 驚奮的尖叫聲 是暑假 剛好這邊玩水 台北清水節登場 四海水園區這兩天免費入園 還沒開園 門口就大排長龍 上一次冬午節 冷潮就非常的多了 今天還沒到九點冷 已經排到這麼後面了 天氣熱 不只細水能消暑 上山也行 因為溫差至少差十度 是必須 所以已經快一千四了 很涼爽 受到高度影響 溪頭的均溫大概是二十到二十五度 不少家長帶著孩子上山避暑 很涼 很棒 昨天很悶 對 來山上就整個都心情都很好 因為天氣很好 園區內爬山步行人潮滿滿 暑假第一天就湧近六千人 但溪頭的門票從七月一號開始 調漲了十到三十元 遊客對此看法兩極 有票價有漲 你會覺得 有點太貴了 持有者互惠嘛 覺得有點貴 但還是哪裡涼快哪裡去 同樣是避暑景點 清淨農場 最近則是有網友在討論 為何很多民宿都沒有冷氣 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大約夏天的溫度大概在十八度到二十度 就蓋棉被吹在屋上 太超過了 還蓋棉被喔 因為吹久了還是會冷啊 高山夜晚偏涼 也難怪許多業者沒裝冷氣 而平地沒有這種條件 氣象局就提醒 下週將持續高溫炎熱 部分地區有機會是來到三十六度以上 要注意防曬避免中暑 解中部綜合報導